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当时建立的价值观以及人生观形成了现在的我 也就是说 我这个人的一生的经历都离不开中国 我在中国经历的大大小小的事情真是数不胜数 至今我都忘不了北京奥运会那充满激情的气氛 忘不了亲身体验中国突飞猛进的发展 也忘不了中国朋友们的热情相待 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我第一次学汉语的时候 我九岁就在北京的一所私立学校住宿 当时我连一句汉语都不会说 所以不敢开口说话 但同学们呢 却在每次下课休息时间都围在我桌边 想方设法来跟我聊天 用简单的英语单词 磕磕巴巴地问我名字 爱好等等 所有的同学和老师都无微不至地照顾我 帮助我 我现在还记得当时的语文老师 吕老师 吕老师将所有的拼音一个一个念给我听 然后让我跟着他念 回想起当时的情景 我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沟通的 可能是我们心心相连 用内心语言来进行了交流 我相信很难遇到像他那样伟大的老师 因为我从他那里学到的不只是知识 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 我现在在梨花女的汉语系念书 也就是说我在为了解中国不断的努力 迄今为了推广汉语以及中国文化 我在做多项工作 还未毕业就在韩国大型培训机构 讲课将汉语及汉字交给韩国学生 并为中国的政府机构 电视台来喊访问时做翻译 而且我还是YouTube频道青岛一号街的主播 为韩国的观众提供有关汉语课堂的视频 之所以能有以上的种种经历 是因为我在中国奠定了语言方面的基础 说我在中国学到的一切会让我前途无量 也并不为过 所以对我来说 中国两个字有着特殊意义 前几天我去了上海旅游 发现和我在中国生活的时候相比 中国又有了新的变化 中国无论在科技方面还是文化经济方面 一天比一天强 一天比一天进步 人民生活日新月异 我相信中国的发展不止于此 未来将会更加灿烂 更加辉煌 真心祝货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谢谢 谢谢